今天大马教育所公布了业绩 当然业绩好了 最主要的我要补充一下 我们之前的前后对应 城上旗下的教学部分的 其实是大马教育所 Busa Malaysia 它宣布了regular dividend 加上special dividend 它的普通的dividend 普通的股息 加上特别的股息 今天宣布出来 but因为是final dividend with special dividend 所以它还没有得到approval 因为final dividend 年终的股息 就是终结的终 全年的最后的派息 是需要在股东大会上面 投票通过的 那在马来西亚这边 有没有曾经被拒绝过呢 我印象中是有公司被拒绝过 好像有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不展开 因为我印象不是很深 那我们想讲的是 大马交易所 加上今天公布的regular dividend 跟special dividend 它已经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准确来讲应该是一年不到的时间里面 帮去年四月份 我具体讲的时间四月份 或者五月份买入的投资者 已经锁定了超过十八仙以上的股息一年 这个就是double digit dividend 怎么样做得到的一个 我们在这边一起共同见证的一个讨论 各位同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给大家点一点这个东西出来 大马交易所 我们看看 这个是综合指数 原来还在1600点以下 还没有回到1600点以上 我们看看 大马交易所 所以我们在几时讨论过 大马交易所的这个股息的这个效果呢 我记得 我找回来啊 应该是 啊 好像是这个 对不起啊 我太多封面了啊 所以这些封面是 原来是我自己设计 虽然我的设计功力很糟糕 但是呢 没有办法 OK 好像是 yes OK 哇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设计 还是有点设计感的 我自己design的 我用的工具是powerpoint 我告诉大家 我这个 设计封面的时间啊 有时候可以长过我们剪片的时间 哇 这个是 你们做过YouTuber就会明白了 因为YouTube上面的那个封面呢 是很重要的 就你的封面 如果是 有美女的话呢 是特别多人点击的 啊 但是我们这种光头脑啊 又讲这些这么无聊的标题啊 哎 真的是绞尽老支来想那个标题 来令到我们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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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的缩略图能够稍微多一点点的吸引力啊 但是标题又不敢写的太离谱啊 我想标题也是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等一下你写的太过这个吸引眼球 人家又讲你是标题打 对吧 点进去又是货不对版的 等一下又做坏自己的口碑 哎 这个东西啊 很难平衡 我试过设计一个封面啊 设计了两个钟 然后我就说 好 已经两个小时了 我剪片了 才剪了一个小时半了 这个就是 因为当时候设计了之后觉得不够好 然后否决了自己的方案 重新再做一次 哎 这个不容易啊 同学们要多点点赞跟分享啊 OK 这样子呢 陈建老师虽然已经是老花眼了 但是仍然会为大家呢 多一点去制作视频啊 跟这个剪接 还有这个设计封面啊 那 在这里面 我们当时候其实是一个讨论 当时候的标题包括啊 大马交易所股价已经升翻倍了 要不要套利 对吗 有句话每次讲的 会买是徒弟 会卖才是师傅 很多人会拿这个东西来challenge我们的啊 老师你能不能够教一下我们怎么卖 然后我就回答 为什么一定要卖 为什么一定要卖 如果这个股票是一个好企业 你又买得很低的话 你又买得很低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跟这个企业一起成长 买股票只可以在他这个叉价上面赚钱吗 这个才叫做成功吗 不是的哦 对吗 你能够在dividend身上收很多很多很多 收到足够你每个月吃喝 你财务自由了 这个才是真正真正正的我们叫做在股市里面的成就 价值投资者 这个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请大家努力 当我们财务自由之后 不是说每天什么事都不干 应该要像陈建老师这样子 多点剪片 对吧 帮助别人 对不对 我还没有财务自由啊 我还在努力之中 我还在努力之中 我不怕大家知道 也不怕大家笑我 对吗 所以我知道我在对的方向上面 我跟大家一起讲解的这些历史的话呢 也体验出我们我们讲的那个你要做以及坚持的方向 到底能不能够产生效果 今晚我们看到大马交易所 今天大马交易所宣布的派系 我看到我的一些学生在这几个月里面 他是很不容易的 我的一些学生这几个月后住大马交易所 极痛苦啊 因为大马交易所每天不动 三个月了 然后其他股票每天轮流表演 你说换成是你的话 心不辛苦 心不心动 想不想 啊 吻娃 对吗 换成别的股票 我们当时候讲这个 讨论 这个是拍问了我的简介 当我是根据当时候的那些重点来写这个标题的 第二部分呢就是 卖得太早 因为对生意的基本面呢不够深入的了解 以及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做到每年的双位股息锁定你的dividend OK 哎呀这个图也是设计的特别的可爱 OK好 我们当时候讲的我忘记是 我忘记是 这个 应该是在这边吧 对不对啊 9月还是10月份啊 我刚刚讲的大马交易所买的的人很痛苦 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8块半 上上下下 好像我们还是在早一点的 啊 对对对 我们当时候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在4块多5块已经涨到10块了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些讨论 当然 当时候我们做的是 已经成功的看到他的股价升上去了 并且派息开始增加的效果 我们当时候并没有任何任何的买卖建议 但是当我的视频简介好 Upload到YouTube上面去的时候 大马交易所调整到8块多9块 然后就有一些人来骂我 我就无端端的被骂了 大马交易所掉下来了 陈建老师害人了 OK 我们在做案例的分析 我没有讲 这个公司的生意模式好 它的business model很好 但是它们它的股价 下个星期就能够马上绑绑线冲上去的 对吗 所以股价的波动跟基本面 有时候是可以脱节的 这个是我们在这边一起了解价值投资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基本理解的一个东西来的 当然在Facebook 很多同学就认识我们了 在YouTube上面有时候他们推荐了我们的视频 因为我的封面设计的太有吸引力了 然后就推荐到出去 然后大家一按进来 不认识这个光头老是谁 我就看一看了 他讲到好像很有 很有这个poey这样子 他们就会容易 真的在社交媒体上面很多同学会以为我们是 以这个个股分析有多厉害来作为这个卖点 或者说来凸减出自己的价值 那我多次讲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觉得怎么样去引导大家思考跟提高投资决策 这个才是我们的关键 举的所有的例子都是为了去说明问题跟说明在股市里面的一些规律 或者我们应该这样子做就可以得到更好的result 所以是这个purpose 所以我们自己的松大学呢 有一些学生呢是hold住大马交易所相当长的时间 他们是每个月在追踪着马股的成交量 大马交易所在过去的这三个多月里面呢 有四个月的时间呢 四个月从九月到现在一月到二月了 它都是在八块多这个水平上上下下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折磨人的哦 对不对 因为你有时候break even 有时候又亏损 有时候赚一点点钱 有时候亏损加大 OK 那么到这个反而是真的是进入一月份之后呢 大马交易所呢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but 其实如果你细心的去听我们之前的这个讨论 它是怎么样做到双位数字的股息收入的 我们其实是在expect着 在期待着大马交易所的下半年 final dividend会出现 今天它终于宣布这个dividend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谈一谈这个东西 你看啊 同学们我们回来 因为这个dividend还没有被approve 所以我们需要呢在这个大马交易所的announcement那边呢 帮大家将这个东西查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announcement 今天2月2号对吗 我们看到它的final dividend打开它 and special dividend我们也打开它 OK 这个final dividend宣布的派系是2毛6 26分 OK 收集时是exercise day啊 你同学们自己看一看啊 2月19号就是exercise day 所以你在2月19号之前 注意是之前 持有 到2月19号一开始你的股价就会调整下来 那么你就已经可以entitle拿dividend了 那么payment day注意啊 payment day就是这个dividend呢 真的是打到你的这个check啊 发到你的那个bank account那边呢 是3月3号啊 中间它还有啊 这个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 好吗 说这些日期呢 你自己注意一下去理解了哈 总之关键你能不能够拿到 你是在exercise day 你在19号当天买已经拿不到的了 当天买已经拿不到 你必须要在前一天最迟是18号买啊 好 2毛6 2毛6final dividend啊 还没有approval but已经propose出来了 special dividend 8分 所以加起来呢 一共是3毛4对吗 3毛4 这个就是大马交易所呢 宣布出来的股息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 在2020年的2月18号 它当时的final dividend是1毛04 10 cent啊 然后在2020年的这个8月时差呢 来了另外的17 cent 那么好了 17 cent啊 我们将这个东西截图下来 我们写一写 帮大家算一算 这如果你在大马交易所身上 坚持了一年的投资 你参与了这个生意一年 OK 这个是COVID-19爆发的时候 三月份美股大跌 带令我们全世界的股市掉下来 我相信大家那个时候都不敢买的了 我们主要是讲4月 进入了4月过后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蛮多的机会 你在5块钱左右可以收得到 或者是你再高一点点呢 这个地方呢 是大概5块半 OK 5块半多一点 也就是说你有相当多的时间呢 可以买到这个位置的成本的 所以为什么我指出是4月份呢 因为那时候呢 美国已经宣布了无限的量化宽松 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股市行情呢 就开始热了啊 那而当然大马交易所你要趁低买入 大马交易所要趁低买入 你够胆在人家恐慌的时候去吸纳的话呢 你一定是对他的生意有充分的了解的 那对于大马交易所的生意 他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 以前我们的这个直播啊 已经讲过 也简介到YouTube上面呢 我在这边呢 不再熬树 对不对 就假设你在5块或者5块半这个地方买到 去年啊 2020年的4、5月份左右吧 那你收了一次的dividend 你已经收了入带平安了 对吗 这个dividend是多少钱啊 17分 这个dividend 这个股息是17分 然后现在最新宣布的dividend 还没有approve 但是这边将会出现dividend的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dividend呢 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63 2毛6 加多 special dividend 8分钱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将这个数字加起来好不好 对吗 同学们可以帮我加一加这个数字吗 啊 这个一共是 你持有这个股票 还没有到一年啊 他在3月份就派了 他在2月份就exercise 3月份就派 所以你一共拿了这个股票 只有10个月的时间 去年5月份到现在10个月的时间啊 所以一共是多少钱 同学们一共是多少钱 我看看你们的留言啊 OK 5毛1 谢谢啊 Eric Chin同学是第一位 我给你一个点赞啊 So Law同学是第二位啊 OK 51 Cent 很好 谢谢 一共是5毛1 好 各位同学 如果你的成本价是5毛 或者是5毛到5毛半之间 你的dividend是不是已经可以在10%这个位置 已经是10拿9稳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你在这个股票身上锁定了10%的return 如果你趁低吸纳 在这个公司当时趁低吸纳 你买50千 如果在这个地方 趁低吸纳啊 你买到50千 So 你现在每个 每一年呢 你就可以收5千的股息 如果你买100千 你就每一个 每一年呢 可以收到1万的dividend了 and记得这个dividend呢 会成为你的 就是好像退回你的成本这样子 将你的成本打低的 如果你的买入成本是5块钱 然后现在一年不到的时间 你收到了5毛钱的股息 所以你的真实的持股成本 只是4块半 如果明年继续给多你5毛钱 甚至更多的话 那你的持股成本 真实成本 就会降到4块钱以下 这个就是收dividend 其实就等于帮你自己 不断的回本回本回本 然后拿这些钱 再投下一个股票 然后大马交易所 继续为你升dividend的话 你就给它继续升 这个就是 你的现金流的创造方法 and 10% 不用报income tax的股息来的哦 10%的return 不需要报income tax 这个就是长线投资 价值投资会看到的东西来的 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长线投资会 这个就是长线投资会 我来说 这个就是长线投资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